8月1日画江湖首部动画电影 风宇宙全球首映李小狗电戏专场在北京朝阳CBD万达广场正式举行 这部在典映时期就备受好评的电影 终于拉开了微幕与各位热爱国产动画电影的朋友见面 典映期间风宇宙收获的粉丝们高达9.3分的好评 不仅如此半个娱乐圈的大家都纷纷为这部电影打扣 很多明星都在摆同一个pulse 伸左手张开掌心露出旋风标志 佟丽娅 王传君 段一红 彭玉畅 狄天林 辛伯卿 耿乐 甚至连硬汉武警也加入其中 这也说明了这部国产动画电影 无论从制作还是到剧情都实属上品制作 在这次风宇宙的小狗电器专场上 制片人桃红协主创人员纷纷亮相 还有不少演艺圈的明星纷纷到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的首映里专场活动 正是来自影片风宇宙官方合作品牌小狗电器 在这次专场活动中 小狗电器也盛装亮相 不但与现场观众进行火热互动 还与在场的嘉宾与观众 一起见证了国产动画电影的成长 此次首映的风宇宙实现了全流程原创 参与电影制作的近百只团队 全部来自中国 可以说风宇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国产动画电影 无论电影中的故事情节 还是故事的内核都来自中国传统文化 而且炫酷的特效和制作和辉煌的大场面 全部来自中国制作 这让每位观影的观众都产生了情感的共鸣 和对中国动画电影的骄傲 作为风宇宙动画电影的赞助商小狗电器 也和这部电影一样 经过十数年的积累发展 用科技创新引领了清洁家电行业的发展 2017年钟仪康的数据显示 小狗吸尘器以203点 9万台的销量登顶 2017年吸尘器行业的销量榜 并且一举打破了进口品牌 吸尘器对核心技术的垄断 用科技与创新相结合的产品击穿 用了进口品牌吸尘器的价格壁垒 让每一位中国消费者 都可以获得高效便捷的清洁体验 成为中国吸尘器的骄傲 精良的制作还离不开情节创作 风宇宙中郎明和母亲的亲情线 更引发了大规模的共鸣 不少女性观众都被戳中了泪点 电影中这对母子从来没说过我爱你 但我能感受到他们的血浓与水 这就是最中国式的亲情 典型的中国情感的表露方式 深深地映入了每一位观众的心 这也让风宇宙的情感表现 更加细腻和柔软 这种母子亲情不但适合带孩子观影 更适合带父母一起来看 草在典应前 中国风代表人物方文山汉国词片 他就惊喜地表示 国脉要让我刮目相看 并决定为电影主题取写词 中国故事 中国美术风格 中国情感 风宇宙让中国文化之根 以动画的方式开支散见 将本土文化贯彻始终 一 本文原引自互联网 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 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与本网站无关 二 本文仅供读者参考 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 欣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